看看新闻网 莫非是因为这名阶级的神秘黑衣黄发男子 一见到杨子就又是替他背包又是提行李的 好不殷勤啊 杨子和这名黑衣男子一路有说有笑的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还是我们印象中纯洁美丽温柔善良的学霸小雪吗 刚刚上车杨子就主动所闻 接连接吻 吻了又吻 一再深吻 随后小两口欢快而迅猛地离开机场地下车库 开往家中 但是二人到家后并没有立刻上楼 而是又在车内缠绵了起来 看来这回咱们小雪是彻底坠入爱苦力啊 特别紧张 然后不敢呼吸 整个人是晕血的状态 整个人的脸都是红的 因为我一直呼吸不了 对于童馨出身的杨子来说 大多数的观众都是看着她长大的 乖乖女的形象真的是很难摆脱呀 其实小雪实在是跟大家印象太深了 而且可能是因为同心吧 大家拒绝你长大 拒绝你谈恋爱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早在2015年1月3日 杨子就在微博上发出一组疑似在约会与男友共进烛光晚餐的照片 如今饭桌另一边的男主角终于出现了 有网友爆料 该男子为北京电影学院2010集相声喜剧表演班的贺鹏 是杨子的大学同学 2013年8月 杨子带着家人一同前往马尔代夫度假 接着没过几天杨子又与姐妹淘一起飞韩国 如此大手笔的生活当时也着实让大家怀疑 他正在交往一位圈外富商 但当时还在上大四的他立刻否认 并坦言大学四年为了拍戏都没有交过男朋友 其实我也想上大四以后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可是当时还没有机会 如今的杨子终于是如愿一场 与大学同学贺鹏爱得轰轰烈烈 好吧 童心都恋爱了2015情人节 电视机前的你还是一个人吗 请不吝点赞 松桃宝当